哈喽,我是凯 今天要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一个官方刚刚发布的 新生物图件 名叫Megalore Series 大脚路 这样,我们现在就 知道了一些 这个大脚路的资讯 比如说,它是草食性的咯 然后,我们也可以 巡养它,也可以骑它 就是,也就是 制作Seader来骑它咯 然后 从那个图简的描述 就知道大脚路 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 生路,这样它 通常是可以在森林 还有岛上的 山顶,山的地方 可以找到 这样因为它很大致的关系 这样变成它 很明显咯,如果在一个地方 感觉它很 就是很特别很明显 但是咯,这个大脚路 它是懂得如何去 对付那些 要打它那些 要打它的生物咯 所以,你从图简那边可以看到咯 如果它遇到恐龙那些咯 它是会很快的去逃跑咯 它不会说 去跟它们打过 嗯 这样这个大脚路 它是 可以说是一个 呃,什么都会的生物 这里讲它什么都会是因为 呃,就是它很 powerful哦 可能是说它 如果打架起来很powerful 然后,它速度 也很快 然后,也有能力 就是可以跳 之后,最后就是讲它的脚 它的脚是好像 可以弄到对方扣血 或者是流血这样的效果 就是会减少它们的 血量 体力 还有速度 速度这个东西呢 好像 比较特别啦 因为如果这样呢 就好像感觉是可以 缓慢那些 敌人的速度哦 蛮不错的样子 然后 之后呢就是说到 这个大脚路的脚很大 所以咯 它是一个 那个 可拉丁的 很好的资源 这样我们知道 可拉丁 最 最普通的 就是 我们可以从那个乌龟可以拿到的 所以 变成现在呢 就多了一个 也可以拿到可拉丁的地方咯 可是呢 要抓这个大脚路 应该是不容易啊 因为它速度很快啦 然后 它也很会 越过那些障碍物 嗯 这样如果我们 打死这个大脚路呢 基本上应该是可以拿到 三样东西哦 第一个是 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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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